大家好,我是艾玉眼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原神5.0》 阿特拉托的诱助 纳塔地方传奇对决者第一集又很试炼 然后这个成就的话比较难 然后它是分三颗星的 总共每一个成就的话 它只有三颗星都可以获得35元石 然后这个全部做完了 全部拿满三星才能拿到这个名片 这个名片的话还是很难做到的 那我们先做第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 阿特拉托的诅诱 接着和我来到龙爵坡下方这个穿梳锚点穿过来 Holyzone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小地图左下角这个方向 接着山的边缘走过来 好,左转 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瀑布的 来到这个瀑布这里 然后从这个地方进去 那边有个洞 进来然后这边复魂一下 复魂一下 方便往前走 这个里面也是一个挑战 当时做宝箱的时候 是带大家拿过了 有事吗 你去去往前走 我刻骨了 好,这边的话我们换一只 按一键然后从旁边 爬进去 先点进入啊 好,这边有个石碑来触碰 好,这个Boss的技能的话 有第一个土光球 然后土的时候 连续按一技能格挡 注意按节奏啊 按照他土的这个节奏来格挡 接着第二个技能 就是他转一下 然后触发蓝光的时候 我们进行格挡 第三个技能就是 地上会有白色的框 也是触发蓝光的时候 进行格挡 最后一个技能的话 就是向周围出现这种 黄条 然后你要找准时机 进行格挡啊 这个技能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走开也行 然后三星的达成条件 第一星的话是 把他击杀一只就行了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二星的话就是说 在格挡的过程中 需要格挡他两次强力攻击 也就是这两个技能 需要在一次挑战中 不格挡一次 也需要贴近boss 打出白字才算啊 三星成就的话 在无伤条件下击败他 接着我来掩饰 无伤打boss的流程 好开局的话 他是先放了这个 黄色的 我们就需要连续按1技能 然后有节奏的去格挡 然后大招 刚好一套打完就充满了 然后我们两下普攻 接A重 普攻普攻 重击 普攻普攻重击 这样子打 然后我们再看他放弃能 又是这个 然后我们连续按1技能格挡 这边的话需要根据他图的这个节奏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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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然后这样子跟打英雄一样的 然后我们Q技能好了 再继续上来 普攻 A重 普攻普攻 A重 普攻普攻 A重 然后没了 然后我们这边靠近 格挡 蓝光的时候可以进行弹反 普攻普攻 A重 普攻普攻 A重 好 然后这边 看他放技能 好蓝光的时候弹反 然后开Q 普攻普攻 A重 A重 普攻普攻 A重 普攻普攻 好 这边的话等他放技能 又是这个连续 普的这个黄色的 然后我们就连续放1技能格挡 把他弹死了 好吧 好呢 这个阿特拉脱的 祝佑的夜魂挑战 我们就全部做完了 再见